九死一生的康有为再次侥幸逃出了慈禧的追杀 他忍着巨大的悲伤前往香港 从此开始了海外流亡的生活 但由于香港毗邻大陆安全难以保证 不久之后在得到日本政府的允诺后 康有为率领弟子乘日伦河内王号奔赴日本 但茫茫的大海并没有阻挡慈禧捉拿康有为的脚步 不久之后慈禧又再次派出一名叫做刘学巡的刺客 以查看商务为名自备资福 前往日本捉拿康有为 刘学巡曾重金贿赂总理衙门大臣易匡和御史杨崇一而得到委任 他原来是广东一名猎身 因勾结土匪充当官差 受到了维新派的指责和查办 为此他对维新派恨之入骨 于是一经慈禧同意 刘学巡便杀气腾腾地前往日本 因此有人猜测 康有为在青岛离奇报王 是否就是这些刺客所为呢 慈禧太后于1898年派出刺客 1908年慈禧太后辞世 而康有为却一直活到了1927年 此时早已进入了民国时期 从时间上推理 即使慈禧太后在死前又再次派出了一批杀手 那么时隔20年 在这个改朝换代的风云年代 这些刺客真的还如此执着吗 到了1927年这个时候 慈禧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那么清朝政府的倒台也已经这么多年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暗杀者还这么执着的 去遵循一个早已经死去了的老太太的意见 我相信这个如果真有暗杀者的话 这个暗杀者不可能不知道时代的变迁 慈禧暗杀说不成立 康有为的死若不是慈禧太后下令暗杀 那么这被死亡成之又是何人所为呢 再次死里逃生了康有为 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 逃亡期间 他游历列国 结交各国治世有人 他终生所坚持的保皇主义 各国人士也是评价不一 有人支持 也有人反对 而就在康有为葬身之地的青岛 文史专家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投毒害死的 说法二 日本人投毒说 2005年 山东的奇鲁晚报 登出了一篇名为 康有为的身后事的文章 青岛文史专家王夺通过调查 对康有为的死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 他认为是日本人在康有为的城之中 暗下毒药 而这种说法源自于前清举人 吕振文的回忆 吕振文是康有为的同乡和弟子 和康有为一道参加了同乡宴会 但在1938年 他便捷求荣当了汉奸 与日本人关系密切 他曾向儿子透露 他从日本天皇的身边人得到消息说 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毒死的 据吕诗后人说 日本方面之所以要刺杀康有为 是因为康有为始终不同意溥仪 跟着日本人走 还曾与溥仪一起和天皇对抗 对此日本人一直怀恨在心 而康有为在日本的友人 宫崎滔天曾在自己的自传 《三十三年之梦》中记载 康有为海外逃亡期间 的确有日本方面的刺客 来到新加坡企图对康有为下手 宫崎滔天是一位长期支持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日本人 与康有为 孙中山 黄兴等人 都有过交往 1900年 宫崎滔天就曾前往 新加坡拜见康有为 突然康良那一派人听说 从横兵来了三个刺客 拒不接见见面这个 宫崎滔天这些人 就认为由被他刺杀的嫌疑 但实际上宫崎滔天曾经在香港 远救过康有为的 那么宫崎就很生气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三个人是资格 因为写了一封信 来痛斥康有为不够朋友